哈喽,欢迎收看涛哥测评 那么今天呢,我们来开箱的东西就是苹果的Apple Watch Series 7 爱马仕版本 这个呢,我估计如果它不出爱马仕版的苹果手表的话 可能我这辈子也不会买爱马仕吧 所以说这个呢,也是我本人的第一个爱马仕 那我们今天就赶紧把它打开吧 长条型的啊,这个我以前还没怎么见过 哦,这样一个车拉式的 哦,这边打开,那下面这边是什么呢 下面这边可能是表带,然后上面呢,是它的这个手表的本体 OK,那么现在呢,可以把盒子给它打开了 可以看到这边是Designed by Apple in California 然后这个部分应该是,我看一下,是什么啊 打开来看看 啊,它送了一个橡胶的橘黄色的表带 哦,是这样子,我估计可能是因为它那个爱马仕的表带不太方便 平时出去运动啊,什么时候配件 所以它会给你这样子一个特殊的橘黄色的 然后在这个底下呢,是它这次的充电线 充电线好像跟之前也是有不同的,我们来看一下 那这个充电的部分呢,都是差不多的啊 但是可以注意到它这次连接口 从之前的那种USB口换成了Type-C的啊 所以说以后你出门的话呢,你带一个这种C口的充电头啊 就可以使用了,那么这一点的改动呢,还是比较方便的 那么下面呢,就是手表的本体 哦,它这个爱马仕版本,像是纸样的质感 但是有点像绒毛,我不知道是什么材质啊 然后我这买的是一个45毫米的表盘 因为这次S7它的体积,它的表盘面积是大了一点 体积其实应该是没怎么变的啊 所以说它从之前的44就变成了45 我们给大家推出的,小心翼翼的 哦,这就是手表的本体 这是一个不锈钢的 其实这个手表本身应该是跟S7系列这次的不锈钢是一样的啊 然后这个地方可以看到,它其实是有 在这个表冠上有一个红颜色的小圈圈 我不知道普通版的不锈钢会不会是这样 还是爱马仕独有的 那我现在所佩戴的这个表呢,是第五代啊 可以看一下,它们这个尺寸上的对比 那这样我们先把这个橡胶部分的表带给它刻上去 来看一下整体的这个效果 哎,这就是爱马仕的版本的这样子一个表 然后我们可以和我手上这个第五代的对比一下 可以看一下 大概就是这样子 这个表带的材质啊,跟普通的这种橡胶表带 其实都是一样的啊 只不过它颜色是这种橘黄色的 哎,我其实不太清楚 这个橘黄色的橡胶材质的表带 单买能买到吗 还是说这个颜色只是给爱马仕版本特别准备的 那么配件部分呢,我们就先看到这里 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这次的本体 也就是这个爱马仕的表带 哦,它里面这个包装还是很高级的 你可以看一下它这个部分的材质啊 是这种绒面的质感 然后这边是有一个提手可以给它提起来 哦,然后这个就是爱马仕表带的本体的 被保护的还是非常到位的 哦,它里面是这样子的 诶,它这 哦,这个部分是它的什么 这是说明书吗 还是什么玩意儿 我们先拿出来看一下直屏 我一看到这么多直屏 我就想到不环保两个字了 不环保三个字,讲错了 然后在这个像小袋子一样里面装置的 就是爱马仕表带的本体了 哦,还有一个 啊 啊 这个皮质的质感 这是什么皮啊,我也不知道 是牛皮吗 反正测镜给大家看一下 哦,在法国制造的 Made in France 那么下面的时间呢 我们将这个橡胶的表带从手表上拆除 然后呢,我们将这个爱马仕的表带 给它装到表壳上面去 哦,有个很清脆的咔的一身 但是我感觉好像安装的时候 这个阻尼感啊 似乎 我们可以从这边再看一下 就是没有橡胶表带那么的顺滑啊 可能它这个材质的关系 我们可以跟这个 第五代 钛合金版本 但是它配了一个这个浮橡胶的这个表带来对比一下 很确实是会更加显得商务范一点吧 对吧 就没有那么运动 你们懂的 我呢,人送外号可穿戴绝缘体 所以说这个表呢 我也要来试一下 我能不能给它戴下 啊,可以看到 虽然是有点勉强 但是我总算是戴下了这个表啊 哈哈哈哈 可以看到它在备份恢复的时候 中间这个圈圈上面的图案呢 是橘黄色的啊 我记得之前好像我那之前的表都是白色的 不知道这次是不是因为爱马仕版 所以它特殊搞了一个这样一个配色 好,那么现在呢 手表已经设置完成了 我们现在给大家看一下 在这个屏幕的屏占比方面 它跟上一代的有多大的区别啊 那虽然我手上这个是第五代的 但是第五代跟第六代 它们的表盘面积都是一样的 可以看到呢 这次第七代确实这个边框部分啊 可以看到 它是没有那么粗的边框的 所以说整个屏幕的显示面积呢 也会更大 这也是为什么这次就从44毫米 变成45毫米的一个原因了 同时这次因为屏幕显示面积增大了 它还出了一个新的表盘 是这个轮廓表盘 我们来看一下 可以看到这个表盘呢 就是它会把周围的画面显示在这里 而且如果你波动的时候 波动这个表官 这个很漂亮啊 很好玩 然后因为这个是爱马仕定制款 所以说它还会有一些爱马仕专属的这个表盘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比如说这个官方显示页面的这个饼干色 什么H赛道的这个表盘 然后我这边也找到了 它有很多种不同的颜色可供选择 可以看到 挺好看的 这个就是我那个比较配我这个手表的 那现在可以看到 哦这个表盘跟我这个手表的本身的表带上的图案 就是一致的了 嗯还是挺好的 那么实际上爱马仕定制款的表带呢 有很多种可供选择 我这款呢叫做饼干色配电光蓝色Swift 皮革H赛道Single Tour表带 那么如果你也想买爱马仕定制款的苹果表 你可以去他们官网上看一下 看看哪个表带呢更加符合你个人的审美哈 那么如果你问我爱马仕定制款的苹果表值不值得买呢 我觉得这个挺难说的 如果你把它当做一个爱马仕来看的话呢 其实它的价格并不算离谱 但如果你只是想要一个苹果表 那么你买最基础的铝合金款 其实我觉得也是可以的 毕竟那个会更加具有一些性价比对吧 那么对于这次苹果表第七代的提升呢 我个人觉得如果你之前用的是五代甚至是以前的 那么你可以换代这个七代 因为毕竟屏幕变大了嘛 会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感觉 但如果你用的是六代的话 其实我觉得没必要的 毕竟我自己苹果表 我一般都是隔代升级的 我是不会说每年都换一个手表 我还没有烧包到那个第五对吧 OK那么以上呢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喜欢我们节目的话 记得关注和订阅我们的视频频道 觉得视频做的不错的话 也给我们点赞 订阅支持播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